特別的小心 黃一下之後再出來 再會給周一翔 周一翔三不外線出手不進 李正如拿到之後 裁判抓的是BD的範圍 高爾選手 完全用自己的身體條件跟素質 可以批出這樣的 除了周一翔的使用說明書 泰勒 泰勒 再交給他底下 李正如好球 這是一個大打小的機會 會派總教練也有提到說 他的處理球上面呢 需要再去調整一下 頭四撞 在這三場比賽當中 處理球 判讀防守者的一些站位等等 真的是在模式了 六十五比六十五 拿進現在是四分超前 這邊是呂正如出手得分 黃鎮 出手也沒進 郭敏豪拿到 余正如 外線接應之後的出手 進 三分球 自己帶到角落之後呢 你看得很清楚 你的射手來了 當然是要做第一選擇 做傳球的動作 不要再做其他無謂一些切入 然後造成自己失誤 出手沒進 籃板的俞翁可以拿到 泰勒有點體能上跟不上了 因為呂正如飄進了三分 泰勒他還在後場 一翔 外圍的出手 對不起 這應該是張志豐的出手 沒進 俞翁對前面快攻擊 為呂正如 柯敏豪這就傳得非常的快速 柯 手一翔 被對位上 這就帶一步之後的勉強出手 沒碰狂 第一球罰進 外線朱翼宗的出手沒進 這場比賽高一段落 最後呢是由新北玉龍 以83比79 拿下比賽的勝利